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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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宗盛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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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 李宗盛 包括心理的一个照顾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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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地点的评似 更好 更好 更便捷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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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绝对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们在捷迦 我觉得没有跟记者 没有跟新北市 没有跟新北市府整个连结的话 我觉得它的效果不是没有就会比较有一些打折 所以未来我们很期待能够把就业拉到基隆来 靠的当然是一个新的都市计划跟未来跟捷运的整个连结 但是也要跟新北市府做紧密的配合 记者黄ances了哈 记者裡的新北京 experters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见证了民族的唾肯与苦难 展现了子民的悲悯与智慧 深具文化传统及文化资产意义 基隆中原记 黄信族谱 隆重登场 基隆七堵东兴街一间庙宇遭到窃贼入侵 偷走冰箱音响等物品 嫌犯还担心脏雾太大 先把这些电器藏在附近草丛 等到风声过后再拿去变卖 不过还是被警方锁定 找到脏雾 将嫌犯移送法办 身穿蓝色上一男子 弯下腰翻开杂草 把大型的电器翻出来 面对警方询问 置之乌乌 眼前这些东西 全都是他偷来的账物 从头音响甚至是电冰箱 这样丢弃在没人经过的草丛旁 前犯还用一堆杂草盖在上面 就是为了当掩护 事发在7月 七堵东兴街 一处私人的公庙报案 铁门外的螺丝被人松脱 庙里的冰箱和音响 还有一捆电线通通不翼而飞 警方调阅监视器 锁定一名行机可疑的詹姓男子 他故意骑了张车行窃 意图躲避查契 相当狡猾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 及查榜附近住户 终于锁定一名詹姓窃 经警方出示相关证据 嫌犯时坦承犯案 并带同警方取章 警方发现窃嫌将张物 藏于失窃地点 隐移处等风头过后 取章转卖 索性警方契而不舍 才未让窃嫌得逞 全万一窃到罪嫌移送法办 将张物藏在草丛中 避避风头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却没想到先被警察发现 一窃到罪嫌移送法办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应该没有了 迎接暑假观光热潮 基隆市观光巴士 City Tour小旅行 以及四大精选游程 现在开始 开放线上预购 其中七堵暖暖淡蓝蜜镜 一日游将首度以观光巴士 带领游客 深入七堵和暖暖 8月31号前预购 更可以享有第二人半假 另外身份证 字号C开头的民众 可以到相关的网站 预约报名 就可以免费搭乘 每周五的观光巴士 小旅行 每班次限量20名 基隆市政策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 曾志文掀开长长的海报 宣布基隆观巴士 在暑假推出的新亮点 包括City Tour小旅行 与涵盖基隆港东西两岸的 四大精选游程 即日起上线开放预约 其中七堵暖暖淡蜜镜 一日游将首度透过观光巴士 带领游客 深入七堵及暖暖多处 秘境景点 在8月31号前参加 还可想第二人半价的优惠 这一次的四大精选游程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就是也把这个七堵暖暖的 这些精彩的游程 给它包装进去 所以这一次我们七堵暖暖 也结合在地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防御农场 可以去做一些 这个在地的特色餐的享用 另外也跟暖暖的大精农场 来做一个结合 有一个手作的DIY 那这四大精选游程 会在KK Day 我们从这个8月2号就开卖 那一直到这个9月2号 至于身份证 字号西开头的民众 从8月5号起到9月2号间 上网预约即可免费搭乘 每周五 由金融市旅游服务中心出发 行经要塞司令部 正兵渔港大楼 八楼子车站 及正兵渔港色彩屋等热门景点的 光光巴士 City Tower小旅行 我们这一次特别也推出了这个非常优惠的方案 来给我们基隆人 那过去呢 光光巴士都是用预购的概念 那我们这一次在暑假的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只要你的身份证开头是 C 它就可以享用免费的邮程 但是它是限定哦 就是8月5号到9月2号期间的每个礼拜五 好 那我们会推出这个免费的邮程 那我们也欢迎所有 不管是在基隆 或者是在其他县市的基隆人 好 只要你的身份证字号是C开头 欢迎你到Occupice来做一个预约的动作 在疫情趋缓下 基隆市政府推出暑假限定优惠活动 提供游客最超值的旅游体验 邀请大家一起来基隆搭关吧 想好康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基隆市总人口数不到40万 爱打篮球的民众却占了将近十分之一 在疫情趋缓下 身兼基隆市体育会篮球委员会主委的立法委员蔡世英 特别举办运动爱台湾五对五篮球赛 从8月6号开始一年11天 周六日在安乐高中等四所学校轮番登场 希望在暑假期间让爱打篮球的民众 有机会彼此交流 切磋球技 在刚获得教育奉献奖的基隆篮球推手 王炳基老师开球下 由立法委员蔡世英与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等人组成的Galangina队 跟民传国中篮球队球员对戈斗牛 为了协助基隆基层篮球发展 身兼基隆市体育会篮球委员会主委的蔡世英 特别举办运动爱台湾五对五篮球赛 从8月6号起一年11天赛事 在安乐高中 基隆山宫 正兵国中及建德国中轮番登场 拿下冠军的队伍将有机会与T1联盟 台皮英雄队进行公开表演赛 那这一次我主委副主委 还有邀请我们的国手 一起来参与来做代言 就是希望在疫情过后 基隆的好朋友们喜欢篮球的 大家都一起出来打篮球 那基本上基隆传统来讲 就是我们台湾各县市的篮球强队的一个地方 很多基隆的学校 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次的活动 会有更多人来参与 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比赛场地 还特别分散 那我们期待说 让大家不会觉得说 长期以前都在某一个地方打得比较远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除了这个活动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暖暖杯 也在下个礼拜就要开打 那这个地方也是欢迎大家参加 那最重要的是FIFA的篮球比赛 那这一次FIFA在台北开一个计程会 我有特别代表基隆去参与 那也期待FIFA未来在基隆有更多的活动 所以他们决定今年在FIFA的重要赛事 也会在基隆来 拉到基隆来比赛 担任南委会副主委的 基隆市员张浩瀚 林敏勋及童志伟也共襄胜举 期盼透过举办更多比赛 让篮球爱好者有机会切磋球技 基隆在这过去数十年当中 有产生出了非常多的一个篮球的国手 包含林志杰李启毅 其实代表了基隆其实是 孕育我们篮球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摇篮 那这一次特别与基隆市篮委会 来举办我们的基隆区域的 五对五的一个对抗赛 那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篮球活动 能够让我们的社会体育 能够持续来做一个推动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次 运动爱台湾的这个篮球委员会的计划 然后来举办这个篮球比赛 那除了让大家可以 爱好篮球打篮球的这个朋友 可以有一个地方 可以通常禁忌切磋一下球技 那以球会有 那其实打篮球是很快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 让这个这份快乐继续延续下去 高中时是基隆山工篮球校队的 直篮球员蔡健宇也勉励学弟们 要持续努力精进自己 朝目标前进 以前也是读过基隆山工的学生 希望大家在不管是什么运动 或是篮球 持续保持努力 精进自己 去尊重基隆的目标 据了解五对五篮球赛 目前社会组有20队 老马组8队 及机关组5队完成报名 接下来包括软软杯篮球赛 以及VR篮球赛 将陆续在基隆登场 爱打篮球的民众 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刘晓松 火锅 精进 赞 水 火锅 水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雙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中家宽屏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雙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极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评吧 中家宽评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世卫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评